各位选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13章金融工具 那么这一章内容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好它的基本的账务处理 不要在概念上去纠结 概念会考吗 的确会考 但是概念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但是账务处理所占的比重非常大 所以大家要把握好账务处理 这个账务处理包括的内容是我讲过三段 那么这三段分别是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 那么第二个内容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和交易性金融攒的股票 那么第三个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和交易性金融攒的债务工具 那么这是三段用六个内容 除此以外还应该把握好什么呢 就减值金融工具的减值的账务处理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从分类 从分类的问题 那么涉及到账务处理的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考呢 还有可考的 那么就是一个就是继续涉入 金融自然的继续涉入 就这个内容 那么在去年考了吗 考了就是数量题 你把数量题搞懂不就完了吗 还有一个如果要考的话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套期工具 套期工具有两个例题 数完两个例题 那么这两个例题先掌握哪个 先掌握第二个 就是现金流量套期 然后再考虑工也加套期 好就这些账务处理 那么概念性东西呢 那么如果能够去搞懂 当然更好了 有些概念特别绕口的一些概念 那么大家了解即可 了解即可 好 那么这是我给大家一个要求 千万注意 不要在概念上是纠结 这是误区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20年真题 第一个单项选择 假公司为制造业企业下列交易和事项 形成的现实义务 属于金融负债的这种提醒 属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提醒 那么考好一次了 来看一下 为销售产品 既提这个质量保证借的销售费用 借销售费用 带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属于13号准则规范内容 不属于金融负债 所以这个不是 按年度奖金计划 既提的应付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它不是我们所讲的经济合同 它是劳动合同 那不属于金融负债 好 预收以公司的采购 预收不属于金融负债 因为它没有现金流 好那么第一 向证券公司介入 并上市公司100万股票 对外抽烧 那么这个是了 排除法 这肯定是了 这肯定是了 所以这个符合金融负债定义 所以金融资产也好 金融负债也好 起码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一定要合同 这个合同是经济合同 不是什么劳动合同 什么之类的 那么第二个一定要现金流 所以第符合 所以这个答案选择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本题考核的金融负债定义 金融负债是指 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负债 向其他方或其他单位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散的一个合同义务 所以一要交付现金 二也是要交付现金 在潜在不利条件下 与其他单位交换金融散 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所以这个内容说白了 一和二 总而言之欠债还钱 要支付现金 三和四 注意三和四内容 强调内容是不是给现金 欠债还的不是现金 还的什么 还股票 还的是自身权益工具 还股票 那么这个股票记住 三和四一定要注意会归纳 那么一定是 那么什么 是固定换固定吗 不是固定换固定 不是固定换固定 一定什么 一定是交换的是可变数量的 可变数量的 所以交换的是非固定数量的 所以交付的是可变数量的 那么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固定换固定是属于所有者权益 那么这两个固定 一个是固定的金额 一个固定的数量 这两个只要有一个不是固定的 那么一定有金融负债 基督特点就可以了 好 再来看 选项A 选项A 为销售产品 记忆提的质量保证 是按照13号准则规范的 13号准则确定的这个负债 那么预计负债 这个负债什么 是不确定的事项 而金融负债是确定的 选项B 那么是按照第九号 职工薪酬准则规定 确认为想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 不属于我们所讲的金融负债 因为它设计的劳动合同 不是经济合同 那么选项C 预售的款项 是向其他单位交付存货义务 所以不符合金融负债的这个定义 所以第一题应该说很好答 好 再来第二题 一般年3月20日 假公司将账面价值为 7800的 五年期国债 以8000万的价格 对外出售了 对外出售了 按照出售协议约定 假公司出售国债后 与该国债相关的损失和收益 都由对方以公司承担了或享有了 风险报酬说明什么 转移了 那么出售之前 假公司将其分类为 以供应加计量 其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 走什么科目 走的科目叫 其他什么其他债权投资 因为这国债嘛 这不国债嘛 其他债权投资 不考虑其他因素 问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有 好来看 将出售的国债取得的价款 确认为负债 干嘛确认负债呀 你不收钱了吗 借银行送款呀 所以这个肯定错了 B 终止确认所持有国债的账面价值 风险报酬转移了吗 转移了你就应该干什么 终止确认了 所以B 正确 将取得价款 确认为金融资产 借航送款等 终止确认所持有的国债账面价 这个是正确的 那么C 出售国债所取得价款 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进入所有者权也错了 进入什么 这不其他债权投资吗 既有投资收益 不是既有所有权益 所以C错了B 国债持有期间的供应价值变动 既有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转到留存收益错了 这债券呀 不是那股票啊股权呀 所以这应该转到当期损益中去 所以答案选择B 所以由于出售新约定 甲公司出售国债号 与国债有关的损失收益 归对方所有了 因此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甲公司应该终止确认 该国债的账面价值 将取得价款 进入到什么呢 银行存款金融资 所以A不对了 选择B 由于出售之前甲公司分类为 以公允价计量提及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所以公允减账面价差额 是进入投资收益的 那么之前的累计的其他综合收益 能重分类进水吗 当然能了 这是债券呀 好 再看第三题 按照企业块准则规定 那么确定金融资产 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是 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那么信用损失和预期信用损失 两把事 这个内容其实在我们 准则当中说的非常清楚 预期信用损失是经过概率加全的 来看一下 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这个不是这个东西 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再去判断 B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与账面价差额 公允价和账面价值卖了才会有这东西 跟那也没关系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减掉 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不是这个东西 那么第 应收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 合同现金流量 与预期收取的这个现金流量之间的 这个差额 即现金短缺的 记得吗 短缺的金额 得现值 好 那么得现值算出来后叫什么 叫做信用减值损失 那么答案ABCD没有一个正确的 应该说没有一个 但是你得选一个 ABC肯定是不对了 肯定不对 那么人家问的是预期信用损失 这个算出来叫什么 叫信用 信用损失 叫信用损失 听懂了吗 不叫预期信用损失 预期信用损失叫什么 预期信用损失 我讲课的时候特别说过一问题 信用损失和预期信用损失两码事 信用损失是没有经过概率加权的 那么经过概率加权后才叫预期信用损失 但这要听没办法 我只能选择地 所以只能答 只能答地 那么这块内容确实信用减值损失 我这么写的 但是它是还有俩字了 所以没办法 我觉得出题不严谨 我觉得出题不严谨 因为我听过财政官讲课的时候 官员的讲课他特别说过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能这块可能理解角度不一样 那么排除法只能选择地证券 所以D来看一下 什么叫预期信用损失 只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 预期信用损失 这个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 经过概率加权以后才叫预期信用损失 这一点你明白了吗 没有经过这个概率加权 那么叫不叫预期信用损 只能叫信用损失 那么其实应该按照原实际率 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 所有的合同现金流量 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的现金流量 之间的差额 即短缺计额 这不短期 得限值 得限确认什么 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然后那么这一波内容 只能这么去说了 然后再考虑概率加权 好 那么没有办法 只能就这样 所以这道题答案只能选D 第四 蒋公司采用商业汇票结算方式 那么结算以出售的产品的货款 那么应收票据 最近我特别讲过的题 果不气缘 现在真好了 那么长持有大量的应收票据 蒋公司对应收票据 进行管理的目标是 将商业汇票持有之到期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 这说白了 收取合同现金流 这第一 收本收息 那么第二 兼顾流动性的需要 那干嘛呢 贴线 贴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应收票据 在资本负债表裂报的项目 只能叫做应收款项融资 我们特别讲过 叫应收款融资 这是新设的一个 是刚刚设置的 报表修盖后 刚刚设置的内容 所以这个内容 注意第一个 应收票据 你可以分为第一类 可以分为第一 贴约成本计量的 科目和报表项目 列报一样 第二 你也可以进第二类 第二类呢 那么就是 与公允价计量 其次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 既收取合同现金流 那么又可以出售为目标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科目不变 但是报表项目变了 要应收款项融资 那么第三个内容 还可能进什么 还可能进第三类 兜底分类 也有可能的 你看那个债务重组 那个例题 不就这么讲的吗 是吧 所以答案选择B 答案选择B B正确 所以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 反映自然负债表 以公允价计量 其次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取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等 所以选项B正确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 多项选择题 第一题 下列各项能够作为假公司 套期交易中的 被套项目 得有 我们先来看一下书上内容 符合条件的被套项目 我们先来看被套项目 只起 只起 面临公允价值和现金流 流量变动的风险 且被指定为被套项目对象 能够可靠计量的项目 所以 之前面临着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 还有现金流量 那么这两个的什么变动风险 它的变动 包括公允价值变动风险 现金流量变动风险都可以 好 那么这些内容有哪些 第一 以确认的资产和负债 已经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了 你可以确认为资产可以确认负债 那么第二个呢 尚未确认的确定的承诺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我们曾举过很多种例子了 你必须执行不执行就违约了 这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尚未确认 但已经确定承诺了 马上就要执行了 只不过现在没有进入资产负债表而已了 那么第三个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极可能 好 这又是了极可能了 我们在收入准则用到 金融工具准则用了 都用了吗 好 那么预期交易是之前尚未承诺 但预期将会发生的交易 那么且应该明确区分预期交易和确定承诺 这两个有区别 有区别 有区别 但这两个内容在这都可以 都可以 那么第四 境外经营镜头资格 这是镜头资格 就是那个长期应收款类似那东西 好 那么我们知道以后来看一下 假公司境外子公司 净投资中的权益的份额 这可以吗 没问题 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没问题 可以啊 来看一下 第二 假公司一笔期限为十年的 年利率6% 按年复息的长期借款 产生的五年期应支付利息 那么这个币里面设到两个现金流 那么一个现金流呢 到期要还本 还有一个呢 每期要支付利息 那么可以单个也可以组合 都是可以的啊 那么C 假公司签订的一项 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采购协议 那么约定六个月后 以固定价格采购固定数量的这个原油 那么这个属于吗 当然属于了 也属于 那么这个内容签订合同了吗 签订合同了 签订合同 但那么 这叫什么来着 这叫尚未确认 确定承诺 是确定承诺了 对吧 好 第一 假公司出口销售 收到的2000万的外币存款 外币也是外币 对吧 那么外币这部内容也要考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答案ABC都可以 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 选项A 我下面再把资料给拿出来 选项A 选项A 境外经营净投资 可以被指定为 什么 备套项目 所以境外经营净投资 是指起在境外经营净资览中的 权益的这部内容 所以选项A没问题了 再看选项B 选项B 选项B这个十年期的 那么一项或多项 这起码两项 选项的合同现金流量 那么两个 一个是到期还本 还有分期支付利息 你都可以指定为被套项目 我要套住它的风险 套住风险 那么选项C呢 选项C呢 是尚未确认的 叫确定成果 签了合同了 那么也可以作为被套项目 那么选项B 选项B这个内容是项目 属于项目名义金额的组成部分 你也可以作为被套项目 我要套什么 我要套它的汇率的变动的风险等等 都是可以的 所以ABCD在这都可以作为被套项目 那么这个内容就属于偏题了 所以有些老师我放弃这个内容 面书班很多学生过往会放弃 那么放弃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反正就两份没有了 单项选择 中项选择都一样 但是这块考大题的可能性 顶多说上的两道题 把说上的两道题看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曾经说过套期会计当中 两个内容比较重要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所讲的 它有两个账务处理 一个是工业家的套期 一个现金领域套期 哪些属于工业家的套期 哪些属于现金领域套期 这是第一个要掌握的 那么这一个 第二个就是套期项目和被套项目 哪些要掌握 那么再一个呢 就后面的两道例题 再看一下 好 再来看第二题 下列各项中 在相关资产处置时 处是应该转到当期损益的有 当期损用 A 自用的房地产 转为供允价值伎量 投资性房地产时 进入的其他综合收入 这个其他综合收入 在自然处置时 那要把其他综合收入转哪去 要转走 转到其他业务成本中去 所以这个A是正确的 转到其他业务成本 来币 权益往下 投资方享有背头单位 因接受其他股东资本性投入 导致所有者权益变动 进入资本攻击的这个金额 那么这个金额要处置时 也可以转到投资收益 也可以转走 因为对方 对方这个内容是资本攻击 二级科目 他增加了 二级科目咱不管啥了 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边呢 对方他增了 我们也增了 我们的分路是借长头 二级科目 其他权益变动 带资本攻击 二级科目 其他资本攻击 那么这个其他资本攻击 在股权投资被处置时 这个资本攻击要转到投资收益 是没问题的 所以A B都没问题了 C指定为以公允价计量 其次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权益工具投资 因以前公允价值变动 累计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东西 从生到死 半能净损益吧 从生到死 半能净损益 你说过吧 所以只能转流程收益 进不了损益 D 同意控制下 企业科目中 长期股价头 初始成本 与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 介入到资本攻击 这个资本攻击 二级科目什么 二级科目是股本一下 没听说过要转的 没听说要转的 这个内容转不了的 所以处是不需要决策 所以答应该选择A和B 选项 看他说过 自己看 再看第三题 一般年假公司及子公司 发生的下列相关交易和事项当中 那么注意 这些内容一大堆 这一大堆内容 我们先来看他干什么 先看干什么 问表述正确不正确 问表述正确不正确 问这个内容 下面来看 第一个 因乙公司信用等级下降了 奖公司将持有并分类为 以贪与成本计量的乙公司的债券 全部出售 同时将该债券类别的债权投资 全部重分类为 以供引价计量提及变动 既有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 这个能重分类吗 这个 我们说了重分类条件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什么来着 没意图没能力了吗 不是千万不是 千万注意和意图和能力没关系 一定注意意图能力没关系 是业务模式发生变动 是业务模式 这一点注意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不可以吧 一会儿说 因考虑供引价计变动 对净利润影响 甲公司将持有 并公司8%的股权 股权没有从分类 从供引价计量 且急变动 进入当期损运精算 分类为什么 这就是股权没有从分类的问题 股权没有从分类问题 第三个 甲公司子公司 风险投资机构 新取得的丁公司30%的股权 那么对其就有重大影响 对投资采用公允价计量 公允价计量 第四 甲公司对物公司增资 所持有物公司的股权 有30%增到60% 那么能够控制 能控制 所以权以网改成办法了 好 下面问 一个一个问 甲公司出售 所持有乙公司债券后 对类别 那么有债券投资予以从分类 这个从分类正确吗 不正确 不正确 不就是 因为信用等级下降了 并不是意图 并不是我们所讲的 我们松说意图 能力变了 也不可以 那么这块信用等级下降 也不可以 我们只有那一个 一句话能可以 什么来着 是业务模式 只有业务模式变更了才可以 业务模式变更可以 所以A在这不正确 选项A不正确 好 B 甲公司将持有丙公司的股权斗 予以从分类 股权能从分类吗 股权能从分类吗 没听说股权能从分类 所以选项B在这也不正确 选项B也不正确 所以这个不正确 这个不正确 C风险投资机构 对持有丁公司股权投资 以公允价计量 这是可以的 虽然持股比例30% 但是假公司 子公司是风险投资机构 那么他在这里头 投资上公允价计量 满足他的管理要求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C可以 C可以 我们曾经说80都可以 80都可以 你可以在这 也就是说80的情况 还记得吧 我对你投资持股比例 板80 你子公司没有为我 经过任何服务 没有任何服务 那么我只能按照 交易性兼价来进行处理了 所以这个 那么按公允计量 那么这个应该没问题的 D 假公司对物公司股权投资 合算方法 由权业法改为成分法 这个没问题了 你增资造成的 这可以 所以答案选择C和D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改变管理 金融资产业务模式 看见了吗 一定是业务模式 发生变动的时候 你才可以从分类 那么只有当企业 开始和终止其某项 对其经营影响重大活动时 其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 才会发生变更 那么事项一 信用等级下降 以及事项二 考虑公民阶变动 对利润影响 都不是 都不是能够 使其改变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的事项 所以在这都不行 都不可以 所以没有从分类的问题了 那么股票 再说股票没有从分类问题 好 到这为止 我们多项选择也讲完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综合题 这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 不动产和股权投资的公司 17年 18年 19年 发生下列交易事项 那么你看看这几年考题 综合题记住 一定大杂烩 从18年开始 18年开始 给我的感觉就是综合题 特别最后一道综合题 那么两道综合题 基本上大拼牌 拼得特别厉害 也就是说 提和提值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个特点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们在领考之间一定要看一看 那么18年 19年 20年 这三年的考试的题目 看看真题 好 第二个资料 来看一下 18年2月份 甲公司与丙公司 签署应收账款 转让协议 将8000万的应收账款 转让给银行了 转让价格7500 双方约定 甲公司为转让应收账款 未来坏账损失 提供一个担保了 担保金额是2000万 实际坏账损失 超过担保的金额 由丙银行承担 呦 这不是据涉入吗 马上想据涉入 未经甲公司同意 那丙银行不能将应收账款 转让给其他 其他方 未来期间 如果甲公司收到转让的应收 款项的时候 去立即支付给银行 甲公司所提供担保的 公运价是300 那么接着看 这一块有个担保金额是多少 担保金额是2000 好 那么接着看 甲公司所提供担保 在该日供引价是300万 好 收到价款7500 收到价格是7500 那么这叫继续涉入 所以第一要先给我终止确认 然后再确认一个继续涉入资产 一个继续涉入负债而已了 对吧 要求 根据资料 判断甲公司是否应当终止确认所转让的应收账款 说明理由边分路 好答 甲公司不应当终止确认所转让的应收账款 答还得这么答 答还得这么答 这是基于涉入的问题 理由 由于甲公司既没有转移 也没有保留该笔应收账款所有权上的 几乎所有的风险报酬 并且未经甲公司同意 比银行不能将该应收账款转让给其他方 比银行不具备出售该笔款项的实际能力 导致甲公司保留了该笔应收账款的控制权 所以按照基于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 来确认一个基于涉入资产 还要确认一个基于涉入负贷 所以分路再看一下 一部分要终止确认应收账款 那么老师你前面说可要注意 说的时候你说不能这么说 所以再往前看 不应该终止确认对吧 但是分路中基于涉入特点是 把它先给我终止确认了 然后再产生个新的资产 基于涉入资产和基于涉入负贷 明白吗 所以来看一下 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代计应收账款是多少 是8000 所以这8000冲掉了 冲掉以后 然后再接着看 计行存款是7500 然后再接着看 那么担保金额这个2000 进入到基于涉入资产 同时代计基于涉入负债 代计基于涉入负债的是两个金额 一个是这个2000 那么一个是这个300 那么这个300的金额是供应价 这个供应价你这么去看 这个供应价实际含在这个银行存款中了 实际含在银行存款中了 也就是说如果说 你要单独去编分路的话 单独编分路 那么借银行存款 实际它是两个金额构成的 两个金额构成的 那么一个是300 那么剩下的部分知道了吗 那么是7200 加在其7500 所以你看 借银行存款300 借其涉入资产 一个2000 代计收入负债2300 剩下的部分 借银行存款7200 然后贷什么 贷应收账款是8000 那么7200和8000的差额卖亏了 借记投资收益800 借投资收益800 这么出来的 明白了吗 这么出来的 所以这个内容应该说 在去年考了吗 考了 但是这个题目 不会做 不会做怎么着 影响其他呢 不影响其他的 大拼盘题目 所以考完以后 那么很多学生说 这个技术设有题目 就是记了 到跟前又不会做了 这东西都就是记的问题 所以你把它拆分成两个 我讲课也拆分成两个 该记记 只能是记 好 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再来看 18年 甲公司发生的下列相关的事项 好 第一个资料 甲公司以2500万 从已公司购入其发行的三年期的资产管理计划的优先级的A类资产知识证券 资产知识证券 这类东西 这类东西 我想在核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么我认为这部内容 从投资方角度来讲 你不可能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 你只能进第三类 只能进第三类 好 接着看 该债券年收益率是5.5% 这个5.5实际上应该说叫预期年化收益率 我认为应该叫预期年化收益率 它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 有的时候它说是怎么说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它不是固定的 所以接着看内容 该资产管理计划 系列公司将其所持有的股权投资 加应收账款 打包 打包以后为基础 作为一个发行资产的知识证券 该证券分为优先级A类 优先级B类和次级类三类 按照发行协议约定 优先级A类和优先级B类 按固定收益率 看见了吗 是固定收益率 每年年初支付上年的收益 到期归还本级和最后级利息 从这来看 好像没问题 进第一类第二类 接着看 好 基础资产中每年产生的现金流量 按照优先级和次级顺序 依次支付优先级A类 优先级B类和次级类的 这个所持有的收益 该资产计划到期时 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按照上述的顺序 依次偿还 所持有的本金 及最后期利息 关键在下 如果这个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 不足以支付所持有的 未来的本金和收益的时候 按照上述顺序 依次偿还 那么从这来看 从这来看 那么就应该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 不符合金融工具 SPPI测试 现金流在这 显然不保本不保息了 不保本不保息 上面顺利言说是怎么说 说怎么说 而且他后面有这么一句话 好 所以我来看一下 所以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资产知识证券 确认为什么 你觉得分了什么 我觉得分了 以公允加计量 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资产的经济 我认为应该进第三类 例如 这家公司告入的优先级A类 咱就说A A知道后面更好说了 A类的资产知识证券 所属的基础是 不满足合同现金流特征条件 SPPI测试它通过不了 通过不了 进不了第一类和第二类 只能进第三类了 只能进第三类 所以就这句话 在这给蒙住了 不固定了吗 这不固定了 下面的话呢 对吧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8月7号 家公司亿2000万 告入某银行发行的 两年期理财产品 这一看理财产品 那么预计年 年收益率是6% 那么根据该银行 理财产品合同约定 该客户投资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投资于3A级的公司债券 3A级的公司债券 那么申购新股和购买国债 干嘛用 是申购新股和购买国债用的 这个级别还可以 3A级还可以 3A级还可以 但是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他发行这个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我在讲说多少遍了 不可能进第一类 也不可能进第二类 他只能进兜点三类 哪一类 对吧 好 所以应该分享 以公运家计量提及变动 进入当期省人的金融产 进第三类 好 第三 9月30日 甲公司与其开户银行签订 保理协议 保理协议 将一年后到期的这5000万的 不带息的应收票据 按照4800的价格 出售给开户银行 按照保理协约定 如果应收账款到期后 债务人不能按期支付款项时 甲公司有义务向其开户银行偿还 说明风险报酬没转一发 当日收到了4800 好 那么甲公司的应收账款 管理的目标是将应收账款 持有到期后收取款项 收本收息 收取合同先流 同时兼顾流动性的要求 干嘛呢 也要转让 所以这种情况分类什么 只能分为第二类了 分为第二类 以公允加计量 其其变动 介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投资 那么也就是其他 是其他这些投资吗 不是的 科目 你这么科目 还这么科目 但是要注意报表中 列报了项目 我们全部考回道题了 科目 那么不用变 所以分类为 公允加计量 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 分为第二类 报表中列报项目 叫应收款项融资这个项目 好 第四 11号甲公司 向特定的合格机构投资者 按面值发行了永续债 永续债是3000万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 本次发行的永续债 没有期限 票面利率4.8% 按年支付 五年后 甲公司可以赎回 如果不赎回 没问题 票面利率 根据当时的基准利率 上浮 1% 除非利息支付日前12个月 发生甲公司向普通股股东支付 这个利息 支付股利 的强制付息事件 甲公司有权取消支付 永续在当期的这个利息 且不构成违约 说完了 我向普通股股东 我支付 股利 我向你也支付 我普通股股东 我不支付现金 我你也不给 你也我也不给 可以吗 你可以不给 可以不给 而且不构成违约 说明这个内容 什么 是债务工具 是债务工具 还是权益工具 是债务工具 权益工具 就这个东西 所以一定要弄清楚 就如果你要像普通 我要像普通股股东 我要支付这个现金股利 那么我必须强制付 强制付息给你 对吧 但是我普通股股东我不给 你也不给 是不是你我也给 可以不给 不给 而且根本不构成违约 不构成违约 所以这个内容 对我来讲 是权益工具 还是债务工具 当然是所有者权益了 当然所有者权益了 对吧 好再接着看 在支付约定的永续债 当期前 甲公司不得向 普通股股东 贩卖股 那没问题 也没问题 所以我们分类什么 权益工具 简直权益工具 对吧 接着看 甲公司有权 按照永续债 票面金额 加上当期已决定支付 但尚未支付的 永续债利息之和 赎回本期发现的永续债 可以赎回 没问题 但是并不妨碍 这个前面的分类 好 本次发行的永续债 不设置投资者回授权 以不设置强制转换 普通股条款 清算时 永续债持有者的 清偿顺序是 略后于普通债权 一看到略后 那么就是和普通股股东性 是一样 一定是略后 一看到略后两字 就是和普通股股东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但是在普通股股东之前 稍微好点 稍微好点 这句话也能告诉我 是翻类为什么 翻类为 所有者权益 权益工具 再接上最后句话 甲公司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能够自主的决定 普通股股力的支付 我不给 普通股股东的股力 我不给 那我不构成违约 同样 你那个永续债 我不给利息 我也不构成违约 所以这些都能看出来 在这儿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所有者权益 好 一 根据资料意 判断甲公司 告入优先股 A类资产 知识证券 在初始券是如何分类 并说明理由 甲公司应该将告入的 优先级A类 这个资产知识证券 初始确认为 什么 以供应加计量 其变动 既有当期损益的兼容资产 就这个题目 理由 甲公司告入优先级的 A类的资产知识证券 所属的基础资产 根本不满足 那个合同现金流特征条件 也就不满足SKPI 那个测试 所以只能分为兜底分类了 第二 根据资料判断 甲公司告入的 银行理财产品 在初始券时的分类如何 并说明 刘 那个银行理财产品 在初始券只能分为什么 以供应加计量 其变动 寄入当期损益的兼容资产 理由 由于甲公司购买的 这个理财产品合同 规定所做的这个三类投资的项目 这三类投资 不是全部作为本金 和以没有偿还本金金额为基础利息支付 那么这三类包括什么 一个是购买债券 一个申购新股 一个购买国债 不是我们所讲的完全是什么 本金加利息的内容 而且我购买这个理财产品 它给我的本金和利息都不固定 所以一定不满足合同现金流特征条件 好 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 我这里特别强调 从这个题目中来看 反正是银行理财产品的话 一定记住不满足SPPI测试 它只能进兜底分类的交易性经财 或者说以公运家计量 去变动进入当期审议的经财 那么三 根据资料三 判断甲公司保理的应收账款 在初始确认时如何分类 说明流 判断甲公司保理的应收账款 是否能终止确认说明流 并编制与应收账款保理相关的会计分录 说明保理应收账款 在18年12月30日 资本代表猎豹的项目 这项目我们考过了 好 首先 这个应收账款 初始确认时分类为 以公运家计量 其次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兼容资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目标是什么 那么持有到期 可以到期 收本收期 对吧 还可以兼顾流动性 流动性 所以分类只能分为第二类 但科目你不用管 科目该找什么科目 分类你得知道 你这块你千万别说那个 说分类为什么 不说这一大堆话 说什么 说分类为什么 其他债权都完了 那就完了 那就错了 他这科目还是用应收的科目 但分类可以分第二类 报表当中 那名称也得变了 理由 假公司管理应收账款的业务模式 是既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又以出售为目标 所以只能分为这类 然后接着看 假公司应收账款 不符合终止券的条件 所以不能终止券 不能终止券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块说好了 那么保理这个协议 如果到期收不到的时候 我们还得干什么 我们还得还钱 假公司有义务 有义务向其开户银行偿还 理由 接着看 按照保理协议定 如果应收账款到期时 债务人不能按期支付款项 假公司具有偿还的义务 所以该保理应收账 风险暴走 没有转移 没有转移 就不能终止券 就不能终止券 好 接着看 分路 借银行存款 收到金额是4800 在短期借款 只能走短期借款 那么新准则中 没有例题 新准则中 没例题 但老准则中 用了短期借款 老准则用短期借款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内容 是4800和5000之间 差额是多少 是这个200 然后要注意 9月30号 跨年了 跨年的话 成12分之3 在本年借财务费用 待计短期借款 待计短期借款 一个50 那么这样 有一个利息的问题 有一个利息的问题 好 所以我想在里头呢 就是 因为它这里头呢 是9月30号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分开来计算 分开来计算 资料不代表 猎豹项目 应收款项融资 这个前面考过一套题 那套试园来考 这一套也考过 这个题目应该说难度有吗 真有 难在什么地方 分路不是难 分路不难 没让你别分路 没让你别 让你说 让你说表述 所以类似简答题 类似简答题 不过我老说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该背就得背 该记记 像上述这文字 你答的时候 你不能太通俗说那话 你得说点文奏奏的话 你得说准则中的术语 最好说准则中的术语 哪怕不行 负责粘贴 尽可能负粘贴 这样呢 我觉得起码说 有些内容 你可以蒙上几个点 蒙上几个点 接着看 第四 根据资料次判断将 公司发行永续债 在初始确认是如何分类 说明流并变分路 这个简单了 这个简单了 这分类我们说过了 权益工具 理由 蒙上公司能够无条件的 避免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散的合同义务 再不行 你把刚才这话都给他搬上去 我刚才起码讲了三句话 起码这三个内容 这三个内容都是理由 我觉得 我觉得都是理由 你不一定按照这个答案走 你认为 我认为这三句话都是一个理由 所以但这句话 是无条件的 可以避免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散的合同义务 所以在这种分类是什么 权益工具 好 分类 知道了 账务处理更简单 健康存款带的是其他权益工具 这位分路考两年了 考三年了吧 18年 19年 20年 应该说考三年了 三年中 起码考两次 起码考两次 好 这个题难度不大 好像18年 19年 也有一道题 最后一道题 也是分路 也得分路 好 到了为止 那么2020年的考题 我们讲完了 你看这个题多吗 多 我们用这么长时间来讲这题 用这么长时间来讲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 把这张内容 一定要把握好 好